如何在Provide Support在线聊天中进用聊天后调查 登录您的账户并导航至账户设置 然后转到聊天后调查页面 取消选中启用聊天后调查复选框并单击保存按钮 现在您的聊天后调查设置已成功更新 如需更多教程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 请随时联系我们的实时聊天知识团队 ProvideSupport.com